希望可以把這邊成年再劃分成三個等級 那這要怎麼做? 一般的習慣是這樣 if這個地方不用動 那底下的話就是說 第二個邏輯是如果當他的年齡 是在18歲到30歲 這個叫青年 假設我們這個條件 那該如何加上第二個條件 特別注意喔 習慣是這樣 就是把if這兩行做複製 Ctrl C 然後移到他的下方這邊 記得喔 你不能多一個這個TAB 記得如果在這邊按一個TAB 那把它貼上 貼上之後的話只要改兩個地方 改三個地方就OK 第一個的話 不能都有 就是if 一個邏輯一個結構只能會有一個 所以喔 第二個的話請你在前面加一個EL就可以了 OK alif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他的條件 條件的話呢 如果是青年的話 就是當他的年齡怎麼樣 是大於 所以喔這邊是小於對不對 把他改一個方向 改一個大於 而且要等於 大於等於18歲 而且 所以後面的話呢 你加一個AND AND 怎麼樣呢 他要小於等於30歲的話 這樣子OK 所以喔 特別注意喔 第一個條件要符合為處 AND 第二個條件也要為處 這兩個都要為處 才會走這個底下的執行條件 就是青年 所以這邊的話把它改一下 改成青年好了 OK 所以這邊的話 青年 好 這樣就完成了 那再來的話就是狀年 狀年假設是30到 對 31歲到65歲 是狀年好了 假設喔 那狀年的話呢 其實更簡單 只要再把Aoif 這兩行 Ctrl C 然後呢 在這個Enter下一行 Bag到前面去 貼上 把這邊改成什麼 大於等於 31 然後呢 那這邊的話呢 65 那這邊的話叫狀年 OK 這樣的話 第三個 未成年 青年 狀年 反正是由下往上 再來的話呢 你想說 是不是再貼一次 剩下來的話 你想說 這個把Aoif 再把它再一次 然後這邊的話 Aoif 等於是大於 應該是大於65歲啦 所以這邊乾脆說 大於65歲的話 大於65歲 那就是老年 OK 那L10的話呢 這個就不要了 不過跟各位講一下 其實你寫老年的部分 可以寫成這樣子 其實另外一個寫法 你可以寫成什麼 這兩個不要 不要的話就是加個 這個緊字號就註解 那這邊直接改成什麼 改成老年就可以了 也就是說 你可以寫成這樣子 或者寫成這樣子 結果呢 都一樣 OK 那可以 可以調解我律師吧 因為如果你寫這樣的話 反正就是 照著 剩下來一定大於65啦 跟你寫成L10 其實結果 會是一樣的 那只是說哪一個比較簡單 像我的習慣就寫哪一個 看起來哪一個比較簡單 L10應該比較簡單吧 就少了後面這一串東西嘛 有沒有 所以哦 我在雲端上面就放說 L10 剩下的就是老年 OK 那我們來試一下 基本上 如果你把這個 這個邏輯做完之後的話 那再輸入15歲 那應該未成年 如果輸入19歲 那就青年 然後再 如果輸入什麼 輸入40歲 那應該是壯年 輸入70歲 那應該就是老年 來看一下 應該沒問題 因為反正就一塊一塊的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 有點像那個 假設0歲到100歲好了 中間這個Range 那其實他就是先把這一塊先切掉了 那這一塊就被他占用了 這一塊呢 再換他 這一塊再換他 剩下來就是這一塊 所以大家花分一下 也就是說 如果你上面都OK 那剩下來就這一塊 也不會有別的啦 OK 所以 基本上邏輯的判斷哦 可以寫成這樣子 也可以寫成這樣子 OK 大概是這樣的敘述方式 所以以後的話 反正不外乎 就是 第一個判斷 剩下來的話就是L 加1L 加1L 除此之外的話就L10 OK 所以請各位練習看看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判斷那個 成年又把它再劃分成三個等級